疼爱你的女人一定不会吝啬对你说这四个字 爱情作为这个世界上具有最大影响力的东西 令很多人都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是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碍或者困难 爱情总是美妙的 如果你对一个人的爱是真爱 那么你的眼里只有对方 你可以忽略全世界,都不会忽略它 在你的心里,它就是你的全部 可是随着社会的快节奏发展 美妙之中似乎也掺杂了一些虚假 不论是在灯红酒地的酒吧 还是在看似平静的职场 每个人对待感情的方式不同 有时候不免会分不清爱情的真假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一些细微的方面看出来 如果一个女人很爱你,很在乎你 那么她们一定会经常跟你说以下四句话 要是男人们听到这样的话 请珍惜这样的女人 她们是真心对待你的 第一句,在我的心里,你非常重要 一个想和你过一辈子的女人 在她们的心里,你非常重要 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这样的女人会发自肺腑地告诉你 你很重要 你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她们之所以这样告诉你 除了爱你之外 她们也希望能让你明白你的地位 她真心待你 当然也希望得到你的真心 她们也希望你给予她们更多的爱 第二句,叮嘱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于任何一个人都难免会遇到意外 真正担心你的人,她们最在意的不是你挣多少钱 而是你是否平安,是否安全 因为你对她而言,就是她的全部 她不允许你有半点三思 对一个经常提醒你注意安全的女生 你也应该更加珍惜 第三句,多吃点菜 少喝点酒,多注意身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酒是很重要的一点 不喝酒就无法谈感情 尤其是男人们 如果不喝酒,别人就会觉得你不给面子 可能生意就很难谈成,可能事情就不太好办 作为一个非常心疼女的女人 她们当然知道,你喝酒的无奈 但是她们还是会心疼地提醒你 少喝点酒 她们在担心你的身体 对于她们而言,你的身体最重要 第四句,很不吝啬表达爱意 经常对对方说,我最爱你了 如果一个女人非常非常爱这个男人 那么她会非常大方地告诉男人 我爱你 她不会将自己的爱意隐藏 甚至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你 对于男人来说 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女人不容易 所以更需要珍惜这一段感情 感情需要付出 感情需要相互维持 不过现代社会 有些男人不知道是太愚蠢 还是太耿直 只有一些表现让女人看不过去 女人如果真的爱你 那么也请你珍惜 请好好对待她们 喜欢一个人,心是不会说谎的 行动也是不会说谎的 直觉不会骗人 如果在一段感情里 你感受到的是冷漠和无情 是没完没了的恶意和欺骗 那这段感情早晚都会崩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